美国旧金山湾区博克莱的这栋房子市值约100万美元 使用面积约34平 所有人是翁玉秀 也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慧口中的穷花家女儿 苹果记者昨天实地造访五人印门 发现屋内家具进空 柜子内空无一物疑似人去镂空 不过屋内仍然和其他邻居一样摆着垃圾桶等垃圾车来收 植物也长得茂密 看起来有人修剪照顾 还有由拆上前送信 苹果记者得知 收件人就是翁玉秀 因为社区比较宁静 平常少有外人 邻居被打扰后更打电话报警 警方向记者表示 因为社区比较小 邻居们相互认识 因此才会感觉不安 最基本的还是企业要有诚信跟道德 社会责任 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慧被爆料 女儿翁玉秀曾持有3000张号顶升级股票 甚至在解盲报告出炉 股价开始大跌前 精准出脱10张股票 以次涉及电线交易